眼看著心愛的龍柏 被人從根部直接砍斷 等於宣判他死刑 讓喜愛樹木的閻明道好心疼 所以這裡都超四十年就對了 要超四十年 房不勝房 因為我們是說這個沒辦法幫我們處理 結果他也是利用 晚上來幫我們處理 我覺得這個小小是比較沒辦法 閻明道本身是中華盆栽協會的會長 而小偷竟然大膽闖進 會長的田裡盜發龍柏 今年三月第一次發生竊案 當時一星期內 小偷連續兩次偷走五株 三十年樹林的龍柏 每株價值二三十萬 上個月底又來偷砍一株 四十年樹林的龍柏 損失一共超過百萬 他一個那個神像就沒在幾十萬 反正就幾十萬 其他的他還做祭寶盆 還有做文昌比 文昌比一支比較稀 反正都沒在 這兩萬塊兩三萬塊 由於龍柏大多被拿去做聚寶盆 和文昌比等等 轉手獲利可觀 加上過去兩個月 竊賊一直沒有落網 讓閻明道每天晚上擔心的睡不著 經常跑到田裡去巡視 就怕小偷實隨之位 再度上門偷竊 目前警方正調閱附近路口監視器 要教書惡劣的偷術賊 這是神廣瑞蝗蟲椰子女小組 彰化報導